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运动型巨塔 新体验型的运动娱乐项目达到92种 饱满宫照门神社 这就是传说中鬼灭之刃动漫的圣地 过去曾经是书店文造堂改装而成的 传承书店的使命 同时也借由书本连结关系 这家叫做眼镜咖啡与真六九的屋台 说是福岡唯一的咖啡屋台 哈喽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们这一集呢是属于那种轻薄短小 以新资讯为主 不谈太多历史知识的类型 也算是新常识 因为之前有说过 现在终于有一个小编 可以预先帮我收集一些资料 然后我再来筛选跟汇整 介绍给大家 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九州新景点 有提到福岡 那今天呢就要继续跟大家来 补完福岡的一些值得推荐的地方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诶诶等一下 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想先聊一下 其实我有跟朋友聊过 如果移民去日本 会最想要住在哪一座城市 当然许多城市都有它的优点跟特色 但是综合来看呢 主要是因为福岡呢 虽然名列日本人口最多的第五大城市 也和北九州并称福九都会区 但是比起其他几个大的都会区 它的人口相对比较少 压迫感就比较没有那么重 而且机场很近交通方便 然后气候也没有那么冷 要去九州其他地方也方便 甚至还可以搭船去韩国釜山 品尝不同的美食或者转换气氛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也有同感呢 好的我们赶快回头来讲福岡的新景点 在小编搜集的资料中呢 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海之中道海滨公园的 The Sea Dora Gun 因为有一年呢 我跟朋友们去福岗 特别就搭车去海之中道 然后去到志赫岛海水浴场 就是要体会福岗人的生活 而2022年3月 在海之中道海滨公园的阳光围风广场 新诞生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运动型巨塔 The Sea Dora Gun 新体验型的运动娱乐项目达到92种 从地面3米到13米之间 各种的项目呢 按照难易的程度 共分成三个不同的等级 然后各式各样的活动内容充满了挑战 而且这里还专门设置了可以供儿童游玩的区域 可以说是老上有嫌疑 从塔顶的展望台放眼望去 博多湾还有玄界滩的美景一览无遗 虽然我一把文青老虎头 都忍不住想要去体验看看 那说到海之中道跟志赫岛这个区域 它是属于博多湾外面的一条狭长的半岛 属于西沪奇丁 过去曾经是美国海军基地 甚至连玛丽连梦露都曾经到这里访问过 从2019年开始 就由当地的志赫商工会来企划 然后九州产业大学造型短期大学的学生 就左手进行涂鸦墙 还有铁卷门的涂鸦艺术 要以在西沪奇重现美国小镇为口号的 Saito Zaki小美国重建计划 我在推特上面看到相片 包括福岗的美国领事馆都来声援 以及从西沪奇到佛罗里达的影片 虽然或许只是一个短期的计划 但也是发掘地方观光特色 跟历史遗产的尝试 而同样在附近的 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公园 In the Park福岗 是2021年11月设立的 以圆球形的帐篷为号召的露营区 看起来仿佛是在海岸线 一盏一盏的灯光 而他们的IG上面有很多漂亮的相片 也是看了很想去体验看看的住宿 而看完之后会更羡慕福岗市民的生活 好 那么说到福岗的生活情调呢 其实在博多湾的另外一边 有一个被称为斯岛或者密岛 Itoshima这个区域 它其实是一个半岛 那以前呢我一直以为它是福岗的一个区 后来才知道它是另一座福岗的卫星城市 市中心是在足前前沿的这一站 而近年来我每次在看福岗的旅游介绍的时候 毫无例外都会骑到这里 几乎可以说是福岗悠闲生活的另一个象征 如果我们用台北来比喻 你大概可以想象有一点像是从淡水到北海岸 这个区域的氛围 也有很多的咖啡餐厅等等的小店 但因为交通比较不便 以前呢如果不是自驾 就要搭电车再转成当地的公车 现在有一家叫做昭和巴士的公司 从今年7月起呢就加开了Wester Coast Liner这个直达车 从博都公车转运站发车 车程大约一个小时 而且你还可以购买 私岛半岛one day free pass 就是在一天之内可以无限次的搭乘 对于想要去探索私岛的旅客就更方便 私岛是有山有海有庭园 然后离都会区又不远 难怪会成为福岗人向往的生活风格 那么既然讲到福岗周边的这些景点呢 有一个之前呢我曾经提过 但是没有详细说 这次真的不能再忽略了 那就是 对相信很多人一听到就知道 这就是传说中 鬼灭之刃动漫的圣地 鬼灭之刃 即使像我这么忙啊 这些年能够分给看动画的时间已经很少 但还是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因为真的太红了 尤其它2020年的 剧场版无限列车篇 不但是当年日本的票房冠军 也在全世界创造突破5亿美元的票房纪录 鬼灭的读者应该都知道 它的漫画原作者 无恰乌世琴 这当然是一个笔名了 他是一个很年轻而且非常神秘的漫画家 传说是女性 而他的出生地就是福岗县 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证实 但是主角 罩门探治郎的姓氏以及他的服装 跟宝满山或者罩门山的修行者也非常相似 所以这里当然就被粉丝当成圣地了 罩门神社是位于福岗县的太宰府市 太宰府天满宫也是许多旅客熟悉的必去景点 但是因为这个神社是位于山坡上 从车站如果要走过去的话 要半个多小时 当然也可以搭乘公车叫做 往内山的方向车支是100日元 是日本古语中形容理想乡的名词 的确对于粉丝来说 这里应该是理想乡无误 但其实宝满宫灶门神社 除的是动漫的圣地之外 那本身呢就供奉着能够缔结良缘 吉凶方位化解 消灾解恶的神明 而且已经有1350年的历史 恋爱御守 结缘之线也非常受到欢迎 但他祈求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而不仅限于恋爱的良缘 尤其互服御守兽于所 是由知名的室内设计师 Wonderwall的片山正通所设计 更成为国内外的话题焦点 说的连我不算是粉丝都很想去看看 而这座宝满宫呢 是罩门神社的夏宫 它背后的宝满山本身就是一座陵峰 也是继秋田县的鸟海山 以及富士山之外 日本另外一座被列为国定史基的山 如果一路爬到山顶 还有罩门神社的中宫跟上宫 也是当地人热门的登山路线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福岡市区 先来看几家特色的旅宿 最近在寻找或者阅读资料的时候呢 就发现以阅读为主题的旅宿 似乎成为一个献学 之前就曾经介绍过东京好几家 跟书有关的青年旅社或者饭店 而在福岡也有同样的趋势出现 好比说这家在福岡车站 博多义附近 叫做The Basics Fukuoka 的四星级的饭店 一开始看到它的外观 还误以为是运河层 而看了地点才知道是在不同的方向 外观看起来 也像是我熟悉的温哥华公共图书馆 看到室内的相片 果然又是一家图书馆hotel 它总共有20种的房型 238间的客房 而且房型都用非常文艺的名称 例如Chapter Epso Story 也就是章 节 故事等等 完全满足爱书人的气质 我们在大厅八公尺高的六个书架当中 存储了5000本书 旅客可以在大厅 休息室 或者是房间里面自由阅读 而主要是以日本文化 还有季节为主题的书籍 另外还有可以激发世界各地知识分子 好奇心的书籍跟摄影集等等 光是看房间的照片 又是类似书房般的气氛 而且它的餐厅还叫做Why Not 在房间还可以体验福岡的创意冰淇淋品牌 叫尖叫冰淇淋 Scream Ice Cream 而且我查过它的房价也不算特别贵 每次看到这些都觉得好可恶 这样怎么住得完 而且还不只有这一家 另外还有一家离车站也不远的 佛多驱公所的后方 过去曾经是书店文造堂改装而成的 Munshoto Hotel 感觉很像曾经介绍过东京神田神宝丁的Book Hotel 而且正如其名 它是透过文造堂的书籍 串联社群 传承书店的使命 同时也藉由书本连结关系 在2020年开幕的饭店跟咖啡厅 说是在它优质设计统一的空间内 能够悠闲的与书本一同度过美好时光 概念就是享受住宿在书本里的时间 从它的官网住宿在书本里的页面 就能预约喜欢的主题客房 而住宿当天 房间里面就会根据主题去摆放相关的书籍 而负责选书的是各式各样书店的老板们 或许能够因此带你进入未知的新世界 楼下的咖啡厅Times 也是由福岡知名的文青艺朗咖啡馆 TechStack监制 现在都这样 我之前在京都住的大门饭店楼下 也是知名的蓝屏咖啡馆 把一些生活风格跟文化串联起来 而且我都有习惯在看这些饭店的官网的时候 点进去看看它背后影运的公司 我发现这是一家叫做 Local Design的当地建筑设计公司来经营 除了Bunshodo Hotel以外 他们在福岡还有另外两家 其中叫做Riverside Hotel Tsuzaki的青年旅馆 也是之前我就已经看到 并且把它标注在地图上的 这三家旅宿都各自融入了文化的元素 包括博多汁 盒子 以及书本 在台湾经营旅宿的朋友 是不是觉得又有好多可以参考的概念呢 当然这对于旅客 更是提供了许多崭新的体验 而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喜欢去日本旅游的原因之一吧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地点很小 可是它却获得了日本Good Design设计奖 去过福岡的人应该都知道 类似像路边滩的屋台 也是这座城市的特色之一 我自己也曾去过各种不同风格的屋台 无论是考察采访 或者是自己旅行 有些真的非常的美味 而这家叫做 眼镜咖啡与蒸溜酒的屋台 说是福岡唯一的咖啡屋台 因为福岡市政府公开招聘屋台的经营者 而原本是上班族的坚元武村先生 看了之后就产生了兴趣 于是决定告别28年的上班族的生活 在2019年10月与闹区的天神 开设了以咖啡和蒸溜酒为主的摊子 为了让人们轻松光顾 屋台设计简单时尚 没有想到竟然就获得了设计奖 招牌的原创咖啡呢 跟烘焙咖啡豆老店共同生产 手冲低绿咖啡保证美味 跟咖啡烧酒还有咖啡 威士忌苏打等等混搭口感也非常好 或许要注意的是 老板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开店也有点随性 他说准备2小时 开店5小时 收工3小时 营业时间大约是晚上7点半到午夜 那下雨天还不开 所以去之前还要关注他的IG公告 看起来也需要一点缘分 其实讲到天神跟屋台呢 这里也有一家旅宿可以来介绍 它不像前面那么文青 但也算是有特色 那就是LYF天神福岡饭店 据我的理解 它是一家来自新加坡的旅宿集团 亚师格的ASCO 全世界有700家各种不同品牌的旅宿 LYF就念作Life 顾名思义就是要创造一种生活感 目前在9个国家有19个物业 属于公寓型酒店的概念 那么2021年6月开张的这一间 Life Tenshin Fukuoka 就临近西铁福岡天神站 是全新新建的10层楼高的建筑 4楼到9楼就提供了131间的客房 然后12平方米的客房空间 比起某一些日式的连锁商务旅馆更迷雾 但它主打的是共享公寓的设计概念 客房里面采用壁挂书桌 开放衣架 还有淋浴空间的设计 删减了冰箱 minibar的空间 腾出床铺跟起居的空间 同时也鼓励房客 多多利用共享厨房和修气的空间 饭店里面的装饰呢 则是充满了活力的平面设计 由新加坡籍的艺术家活用当地的色彩特色 描绘出代表福岡的屋台 还有博多港塔等等的地标 感觉它的对象比较是欧美旅客 但是如果想要体验不同的住宿风格 或许也可以参考看看 好 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最后呢 如果要再挑一个新的景点的话 就是在一篇标题为福岗宅宅地图的报道里面 提到的 Bandai Namco Close Store 博多 这应该翻译成 万代南梦工 根据这篇报道呢 万代南梦工集团 各个公司的官方店铺 集聚一堂的Bandai Namco Close Store 博多 与福岗市的博多运河城诞生了 作为继横冰的全国第二个设施 博多店将官方店铺 共13间进行了大集结 坦白说呢 我少年的时期 也是非常风靡日本动漫 甚至还因此想要成为漫画家 而对于钢弹的初代三部曲 非常的忠心 主题歌都还会唱 但因为觉得自己已经脱宅很久了 后来许多的热门作品也不太熟悉 想说只是提供个讯息 给有兴趣的朋友 没有想到一点开官网 就看到它有我非常喜欢的漫画 也就是北条斯的猫眼 Cat's Eye 40周年纪念的原画展 马上那个漫画魂就被唤醒 不过已经战完了 然后还看到据说全世界只有两台 可以播放3D立体影像的万代未来转弹机 Gashapon Odyssey 到明年2月底限时营运 它是一款全高大概有2.1公尺的巨型转弹机 利用传舵道型的转轮来进行操作 而本体搭载了大约有3.9平方公尺的大型LED曲面萤幕 在投入硬币转弹时萤幕便会播出对应的商品的3D立体影像 生动的去演出抽中商品跟塞进蛋壳 运用到掉落洞口的过程 增添更多趣味跟临场感 你说这个不去看看行吗 但是感觉又是一个把自己推坑的景点 好吧 总之还是提供这个讯息给大家 如果去花太多钱真的不能怪我 毕竟人家说 一日阿宅终生阿宅 当我看到店里面还有传说巨神 重战机 太阳之牙 装甲骑兵 就觉得完蛋了 真是不讲武德了 今天我们提到许多不同的主题跟面向的福岡 也因为有好几个动漫话题 使得最后宅舒本性露出来 也让我们体会到福岡生活的多元化跟美好 最后我想问大家的就是 如果要让你选一个移民去日本的城市 你会选择哪里呢 欢迎留言给我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未来也还会持续为大家发掘日本各地的新景点 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我们下次见